你怎麼能這樣看到王洛斌呢 可是這是事實啊 他這樣做不是得到更多人的重視嗎 不是要更多人知道他是西北民歌的創作者、傳播者 這還不是公民調育 可是他也是冒著生命危險 如果沒有牛市長的幫助 如果沒有他身上那套國軍軍裝 他很可能隨時會被淘進監獄的 這段歷史你不會不知道啊 是,可是這陣書名 他很會利用自己的身份還有周邊的環境啊 他最後還不是平安無事 善少華你的邏輯很混亂很滑稽 你到底想說什麼 對呀,難道你就沒有看到他的愛國精神 和他的人性的單純嗎 你荒唐,他太荒唐了 不是荒唐,是荒謬 難道說真話就是荒謬嗎 難道所有的真話能代表事實就代替歷史嗎 行了行了,你們不要吵啊 我覺得今天這個討論特別有必要 好,必須人人發言,誰也不許逃避啊 現在我和湯姆還有娜寧已經表了態 就差素素,詹姆斯還有娜川了 快點,多給我表態 我,我,我,我覺得山車話說的有道理 但是,我還是親上湯姆 那你到底支持誰啊 你,你這種牆都躺吧,偏會不定 我不要大了自己的態度 那你是支持山茶花呢 還是我們家娜寧 你已經說過了 再問你一句 如果山茶花和豬馬正在一個立場上 你是支持他們還是娜寧 那是什麼意思啊 你再問我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很難嘛 舉左手支持娜寧 舉右手是支持山茶花和豬馬 好吧 素素,你跟那兒瞎滑了什麼呢 少在這兒做心理分享 快,表態 無據左手支持你 你們幹嘛,拉選票啊 曼川,該你了 我覺得吧 你們現在有點 齊聲 這事兒對和錯有什麼關係啊 不管對錯,我都支持你 怎麼樣,幹嗎 哥 你能不能不要搗亂 我們這是在工作 不是讓我發言嗎 那我要發言的話 我得發揮一下我的作用對不對 對,你別看我天天的一句話不說 你覺得我傻是吧 我那是大智若愚的 我不畢竟比你們大幾歲嗎 你們那點心思我看不出來嗎 哥,你要幹嘛 哎,你讓川哥說吧 我覺得吧 我們應該先解決一下管理權 哥 年年,從小啊 被我和爸媽給惯壞了 凡事兒呢都喜歡拔個尖什麼 上了年紀的人說話就是B啊 晶晶 你現在啊,是仗著你媽媽 你有點跋扈啊 蘇蘇 你現在整個一瘋狗 我就不說你什麼了 這件事兒是怎麼來的 咱們往前倒一倒啊 一開始呢 是由寧寧和詹姆斯他們發起的 是為了王樂斌 你和晶晶呢 你們有你們自己的目的 山茶花之後碰到了 然後也加進來 我不是看不起女性啊 但是我覺得吧 咱們這個團隊裡邊 能撐事兒的 得是一爺們兒 哎 是吧 你看你們前一段時間亂了 群龍無首啊 我覺得 咱們應該把這個領導權 還給詹姆斯 哥,你說點正題行不行啊 人家是從法蘭西來的對不對 就奔著這份國際主義精神 咱們也得支持 對吧 咱們舉手表決一下 如果有反對的 咱們就舉手 沒有反對的 那就通過 那就啊,這個真的沒必要 我知道我知道 蘇佐,你不用舉手啊 你這個人就是太實在了 這樣,我數一二三 如果沒有舉手的 咱們就通過啊 一二三 沒有 你看 沒有舉手了吧 這樣子 我覺得你作為領導 你先表個態 如果你們這麼信任我 那我就當這個頭 蘇佐小姐 夏醫生 嗯,夏醫生 我,我沒打擾到您工作吧 沒有,說吧 什麼事兒 嗯,其實也沒什麼事兒 我,我就是想來看看你 看我 我這麼讓你好奇嗎 好奇 我就是對你很好奇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骨科醫生 有什麼好好奇的 你怎麼不是一名有普通的骨科醫生 嗯,如果你願意告訴我 你對心理學 為什麼那麼有研究的話 我當然很願意聽你聽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名骨科醫生 和心理學 沒有什麼可以分開的 聽我聽哦 這完全是兩門不同的學科 有什麼可以分開的 你沒有當過骨科醫生 這裡面的感受 你當然感受 什麼感受 我做過很多的大手術 這些手術 對於那些病人來講 簡直就是生命的催果 和生命的痛 媽媽 我的腿痛不及我 你讓我以後怎麼跳舞 我以後有跳舞養活你 我不想成為你的兒子 快 快讓醫生 叫她把她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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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醫生 沒事,我叫媽媽出去 別急,別急 有話慢慢說 起來 起來,阿姨,起來 她就是那跳舞女孩的媽媽 孩子接受不了現實 所以我就過來求你幫幫她 我跟她解釋過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實 這就是你學心理學的目的 對 我要幫助她們 我要讓她們重新獲得 人們屬於正常人所擁有的一切 夏醫生 謝謝你 謝謝你 你讓我明白了心理學的真正唯一 夏醫生,等一下 哇 我以为是静静的 那你不请我进去吗 进来 谢谢 你在干吗 看资料呢 你白天干吗对人家那么凶 你是说开会的时候吗 我知道你是会向晶晶证明你的清白 可是也不用对人家那么凶吧 你是来跟我吵架是吧 没有啊 我是来找你争论的 善傻话 你的观点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可是我刚刚又找了一个新的资料 什么资料啊 我寄到你电脑邮箱里了 你都不看了 伤心了 网络便来到岳父家 把全家人的心情都给搅乱了 诶 这是哪一单啊 你接着往下看啊 嗯 吃饭了张妈 对 发回了 哎 李大爷 我们家人呢 好像是回娘了了 吃糖咯 乖乖吃糖咯 爸 您这糖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还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留下的呢 等骆冰回来咱们就好了 我让他从北平给咱烧回一些糖了 好啊 嗯 来 孙子 咱们坐飞机 哟 您慢点爸 坐飞机就搞巴巴喽 哎哟 爸您慢点别累着 谁呀 啊 骆冰 日子能不能过了 说好的回家吃饭 饭呢 这份资料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个并不重要啊 而是王骆冰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只顾着自己的感受 完全不顾老婆 孩子岳父的感受 那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从北平回来之后啊 那 那他的心情应该不好 心情不好 就可以拿别人杀气吗 就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吗 那许晶贤的反应是什么 那你继续往下看啊 波比 回屋子里吧 我马上就把饭做好 嗯 你在这儿陪爸爸 妈妈去屋里做饭 爸爸去看看 娃娃便在生活中 见着想小孩子 续景仙对她完全是一种母爱 晶晶也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对她差不多 那晶晶 凭什么做你妈妈 我还是往下看吧 妈妈 这个是爸爸的 有个在锅里 爸爸疼呢 爸爸疼呢 没有 那爸爸是不是忘记了 那有命回来就不错了 还买糖呢 你怎么了 晶晶 我觉得咱们之间就是 说好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好不好 说好的我下了班 回来之后 你在家里给我做好饭 我回家吃饭 咱就做到 好吗 她也太不像话了 她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家人 是啊 所以你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愤怒了吧 看来你还真掌握了一些原始资料 是啊 你还对我胸了 一个大男人都不知道脸红的 那我还是向你道个歉吧 哎呀没关系啦 下次讨论的时候记得支持我 好吗 我给你吃吃 你太可爱了 山长花发的资料你看了没有 我正在看啊 你说她什么意思呀 我看她是铁了心跟咱们作对 没那么严重吧 有不同的意见不一定是坏事啊 你倒挺大度的啊 可是她现在已经跑到他们的房间去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人家山长花心理光明正大的 既然她敢堂而皇之地去他们的房间 证明她心里是干净的 你要是太敏感的话 只能证明一小气啊 我没你那么有含痒啊 哎我听素素说 你主动给捉马打电话 哎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家里 我是不想影响咱们这次探访的顺利 我不想节外生枝 但我可不是不敢面对啊 你倒还好 毕竟捉马在千里之外呢 那你说我呢 我现在是去汤姆那屋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怎么办呢 嗯 如果你真的把山茶花当做你的情敌的话 其实你可以告诉他们的 山茶花身上有的你都有 山茶花身上没有的你也有啊 具体点我要的是招 这个山茶花呀 无非就是女人味十足了点 讲起话来呢也是温柔娇小的 很容易唤起男人的怜悯之心的 那又怎么样 我怎么不能去模仿她吧 那倒不用 温柔嘛 每个女人都会的 那女人的眉 一半呢是自身的气质 另一半呢就是穿着了 这一点你可比我在行啊 对呀 我穿 穿死她 那女郵件看看谁的 明天上午各自准备资料 中午的时候交换意见 下午继续桃屋 詹姆斯 她还真拿自己当领导了 开始发号式令了 既然我们选择了她 我们就应该尊重她 好吧 那先试她一段再说 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时间还没到 等等她吧 好 嗨 大家好 不知道我有没有迟到啊 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可以 谢谢 你好周到啊亲爱的 周到 赶紧吃了 都饿了 对了 菜都帮你点好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啊 真的吗 哎呀太添麻烦了 其实我吃什么都好 晶晶 你今天真的很特别 很漂亮 谢谢 詹姆斯好绅士啊 晶晶 你真的很漂亮啊 太过奖了 让你见笑了 其实你也很漂亮 哦 哎呀 我知道今天是工作餐 我可以边吃边听詹姆斯 和大家说的话 然后记录下来 以便我们下午讨论的时候 好有个备忘 别说了 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谢谢啊 服务员 可不可以把这里的苍蝇轰一下啊 哦 对了 我呢 这儿有一个录音笔 它的灵敏度很高 我可以吃完饭以后 回房间先整理 然后把备忘录发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可以说人话吗 嗯 没关系 素素呢一向如此 我知道她没有恶意 那我们开始吧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她发疯 你们都跟着疯是吗 不是 要不还是先吃饭吧 啊 下午还有正事呢 来 川哥吃 别理他 哦 行素素 我告诉你 今儿可不忍你了 我去看看吧 哎 你就游着她呗 愿意游你们游 大伙已经够累了 外面着陪她演戏吧 汤姆 你还是坐下吧 省得早骂 哎 不管怎么样 人家晶晶也是努力 在改变自己 不想总是让自己 看起来像个刺猬一样 你们就不能用鼓励的态度 去宽容她 我其实也很宽容她 我也容忍了耶 我是完全接受她 她怎么样都都可以 有 就我刻薄 我说实话就刻薄了 狠狠 我其实是吧 我是怕她嘞 那您 吃完饭以后 你去她的房间看一下吧 汤姆你把她的饭打包 一会儿让她在房间里吃 嗯 好 哎 干嘛打包啊 我还没吃呢 你看看你们 这都点的什么呀 一点都不好吃 服务员帮我拿菜单了 没事吧 静静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一会儿吃完饭还得开会呢 静静回来了 不是 你们都笑什么呀 饿着我一个人你们都吃了 高兴是吧 一个个儿的悲人性 找我干嘛 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来晚了吗 我去拿衣服去 哎 你今天啊 真失败 还不是怪素素 本来气氛已经形成了 擅长话已经傻眼了 行 素素 你给我等着 哎 行了 以后你这招啊 真的别用了 为什么不用啊 我就用 穿衣服谁还管得着我 你还坐在那儿干嘛呀 过来试试 干嘛 试试 给我穿的 对呀 哎 好看哎 我眼光不错吧 对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精美的道具 你 你要干嘛 你拿着它 听我的没错 好像红台呀 好像红台呀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抱起了彩场 给你准备了 每天看着那红红的笑脸和那美金片的眼神 我愿走一只小羊跟在它身旁 我愿靠那只细细疲憊 不断积极打在我身上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好久没看到那你的这份光彩 像捉马吗 像 真的很像 太美了 哎 把话说清楚啊 当着一个女人困另外一个女人 可是很不礼貌的 到底是眼前的这个美呢 还是你梦里那个美啊 当然是我眼前 是男女 这还差不多 当领导可要说实话 可不能招令西改 更不能见以私间 好了 我们去开会吧 好想你是我的领导 不不不 当然你是领导了 我这不是向你汇报工作吗 现在汇报完毕了 请领导指示吧 好吧 那我们继续 上车花给大家春发的资料 我觉得都有价值 我们沿着这个线索 再往下看 什么 我介绍你入党你都不入 骆斌 我看你是个人才 我从心里是想培养你 可是你 你以为你这次在北平惹的话还小吗 师祖 我觉得我这次在北平做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你看看这告状信上写的 你的行为和北平地下党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你是个军人 在关键时刻要为党国效力 可你倒好 跑去煽动和支持学生 你 你干的事儿让我很没面子 我做的还仅仅是音乐 我没觉得我是军人 那你就更不该参与政治了 骆斌啊 你是个文化人 战争不需要你 你跑到北平街头逞什么能啊你 师祖 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都满足你 我想拖了这身军装 什么 我是骆斌啊骆斌 你真是糊涂啊你 这回在北平 如果没有这身军装 如果没有你上校文化高参的身份 你 你还回得来吗你 这身军装我真的承受不起 我只想做我的音乐 好了好了好了 从明年起 你不用到师部来上班了 真的 师祖 那现在没什么事儿我 我就先把军装还给他们吧 哎 我不让你来上班 是不让你拖这身军装 从明天起啊 你到我家里来上班 教我的侄女 学音乐弹钢琴 师祖 您侄女不太适合学音乐 她唱歌跑调 这 她要不跑调 不还让你行吗 我 我会唱歌 我会唱歌 他唱歌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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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得太好了 这个曲子是你写的吗 不是 是一个叫贝多芬的作曲家写的 叫命运交响曲 谁的 一个德国人 贝多芬 那这个曲子它有歌词吗 这是一首纯粹的交响曲 不是歌 所以没有歌词 我说我怎么听不懂呢 那这个交响曲 它讲的是什么呢 嗯 它的名字叫命运交响曲 顾名思义 就是向命运抗争 所以贝多芬是伟大的 我就不行 我面对命运的时候 妥协 你来顺手多了一些 所以我成为不了贝多芬 我虽然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很不开心 你很聪明 现在唱歌呢就是音准不太好 如果什么时候你把跑调的问题解决 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我会唱的歌才不跑调呢 不会的才跑调呢 那你会唱什么歌呢 我想学你的那一首藏族歌 我的那首藏族歌 我写过藏族歌吗 对啊对啊 就是那首 我愿变成一只小羊 守在他身旁 你能不能听出来 你唱的时候这个音准不对 就是跑调的意思 又跑调了 不会嘛 我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 好不好 你说你现在教我 我到底应该叫你老师呢 还是叫你哥哥呢 你得叫我老师或者是叔叔 叔叔 为什么 你今天才多大啊 因为我跟你的叔叔是同事 所以你得跟我叫叔叔 好吧 来吧 开始唱吧 我 你 你有孩子吗 老风漂亮吗 你 查户口呢 我就是关心关心你嘛 你还是好好关心你的 跑调问题 好吧 你不会是 别我喜欢的吧 你学还是不学 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喜欢你 长官 您等到贵客到了 老酒 好小子 坐 上座永远是你啊 干嘛呢 想乐什么呢 小蓝 哎 长官 挑好的 挑贵的上 越快越好 哎 好的 好的 请稍后 自己怎么样 樊梁同志怎么样 哎 去延安的去了延安 回老家的回了老家 这仗业打结束啊 大家的心反而都散了 你们说这国内战争怎么就非得打吗 陆斌啊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嗯 受点高兴的 我觉得 你现在有变化 什么变化 你老丈人对你 很有意见 敬贤找过你们 这古语说的是好 世间为女子与小人那样 说什么呢 我既然找你们了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我想听听 不是 陆斌 陆斌比你别这样 说什么 陆斌 你应该知道 我跟院长是好朋友 你老丈人在院长手下 做事情 而且他又是你结婚的媒人 你说你老丈人 受委屈 能不跟院长说吗 那你们今天就是 带着任务来的呗 陆斌 你这样觉得也可以 那我今天就好好问问你 陆斌啊 敬贤配不上你吗 他对不起你吗 你这样对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在外面受天大的委屈 不能回家发火 你还上老丈人的耍威风呢 你觉得这样对吗 我跟他之间是有一些问题 我跟他之间是有一些问题 我也做得确实不够成熟 很中动 是做得不对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到底咋回事你说呀 你把话说清楚吗 一错再错 最开始的错就是 我逼着自己 结的这个婚 你干吗逼自己要婚 结婚不是你最愿意的吗 我跟若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知道你要提若珊 你跟若珊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既然心里还想着若珊 你为什么还要答应 这么婚事呢 你这不是害了敬贤吗 那我是这么想的 人这一生啊 一生当中的真爱只有一次 我已经把这一次给了若珊 所以我就没有更多的精力 去给别的女人 不是精力 是爱 没有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总要成家嘛 成家就需要一个女人嘛 而我需要的是一个家 女人是谁并不重要 对吗 你这就叫游戏人生 你这叫放弃生活你知道吗 睁开眼睛 好好看看看看静贤 这是一个打着灯笼灯弹照的好女人 贤熟会打 相夫教子 顾全带却 你修了几辈子的父亲 才修到这么好的女人 你修了几辈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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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了几辈子的父亲 你关心若珊多少 若珊选择的是离开你 可是现在 你关心静贤多少 静贤选择的是 默默地守在你身边 兄弟 试着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啊 你说得对 我是应该对自己的女人好一点的 谢谢你 也就只有你们 才能对我说这样的话 鸡蛋 对不起 半个月亮爬上来 一啦啦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 一啦啦梳妆台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一啦啦快打开 一啦啦快打开 为什么我的姑娘梳出来 一啦啦不出来 为什么我的姑娘不出来 一啦啦 我觉得徐静贤真的很可怜 他是在用他的方式道歉 可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温暖啊 对 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爱 他的行为可以规制到家庭冷暴力的范畴 对啊对啊 他不爱人家干嘛跟人家结婚 现在我说的话你们相信了吧 我再考虑一个问题啊 他当时是巴鲁军仗帝服务团的成员 虽然被徐德燕陷害 但是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被抓的 出遇之后 他在没有正式脱离巴鲁军的前提下 又穿上了国民党的军服 穿上了之后 他去做背叛政府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从一种角度来看 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思想混乱的人 没错 我觉得啊在生活上他也是这样 如果说是冷暴力的话 他当初那样对刘若珊就是一种冷暴力了 他把他丢在家里不闻不问 还有卓马 他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 他也不考虑一下他的行为 会带给别人多大的误解 导致卓马后来找人就随便嫁了 对 徐敬贤也是 他这么薄情寡义 我觉得他真的很过分耶 所以我同意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呢 他就是一个活得很混乱的人 除了音乐的成就 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反对 反对 你们都看我干嘛 表态啊 大家都在等你下文呢 我当然有下文了 对啊 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因为 我知道你为什么反对 你只是因为我跟汤姆的观点一致你就要反对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怎么没有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巴鲁军啊国民党啊 在我看来 不管是巴鲁军的制服还是国民党的制服 对于王鲁斌来讲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他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的音乐家 一个真正的音乐控 对 我同意津津的说法 我们不能用一个世俗的观念去衡量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如果他是世俗观念当中的好儿子 好丈夫好父亲的话 我们不可能听到这么多传世之作的 他是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的儿子 他把音乐当作自己的爱人